Lio聊世紀 天天六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曲折羅人 這一場比賽是10T的阿拉伯基托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非常快速 他後期雖然沒有遊俠 但是有薩瓦爾 薩瓦爾的話 抗弓箭手單位非常強大 打弓箭手有愛增上效果 波斯人也有重裝駱駝 所以他的中後期遇到對方暴起病的情況下 也可以用駱駝反制 波斯人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的經濟型打法 去增加自己的經濟優勢 那我們接下來來介紹一下曲折羅人 曲折羅人最大的特色是開局會給兩個果蟲 一開始建議是要去馬上蓋下魔防 把所有找到的羊去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肉就會慢慢產生出來 這個產生出來的肉就可以獲得經濟優勢 但是以正常的單挑情況下來說 還是會把羊放出來吃掉 在前期肉還可以去採犀牛 果樹蟲這種東西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把羊拿出來吃 除非你要打一些特殊的戰術 才會把肉拿出來趕快刻一刻生石袋 打高他這邊是選擇曲折羅人 後期也可以打駱駝 他的騎兵單位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對付對方的騎兵果實特別厲害 後期也可以轉出巷弓 還有攻城戰象作為主力推進的動力 驅逐羅人也算是唯一一個有異端邪說的文明 相公文明裡面有異端邪說的 所以後期即使遇到這個招翔大戰 驅逐羅人也不太害怕 但還好這場文明對方是波斯人 波斯人的招翔是比較偏弱的 所以暫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先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驅逐羅人下方的黃金 看起來是比較糟糕的 因為偏正前方容易被騷擾 但是果子在後面 這對於驅逐羅人 驅逐羅人來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魔防在後面 就不太容易被打出來了 這個就如同於波蘭的大中原一樣 魔防跟驅逐羅人的魔防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後方的話就可以文文纏了 前期的經濟就不會受到干擾 但他的附近就比較微妙 兩個附近都在左邊 所以MBL可以主要控制在左邊這個高地 去控制這兩個金礦是比較好的 那這邊看到波斯人 這邊黃金在上方 下面有果子 果子在後方 看起來問題不大 黃金也在左側也OK 那問題就在石頭這裡了 那石頭這裡在前方 其實我覺得問題也是很小 因為他後面好一片石頭 所以這張地圖對MBL來說是非常有優勢的 那打高這邊的問題就是要守護附近 還有主近的位置 好 那看起來打高是要來升17匹 極限升封建時代 哇 這個升級非常快速 好 打高這邊是封建時代升級上去 駱駝按了一隻 這不是駱駝 這不是一按的 這是一開局的駱駝刺吼 所以這時候MBL的刺吼 是會容易打輸對方的駱駝 好 那波斯這邊是決定打三棒棒開局 兩個人挖金礦 可能會轉裝甲 OK 直上裝甲沒錯 好 這邊稍微 點下支撲技術 好 村民繼續按 裝甲升級好 這邊已經把支援點給圍起來了 好 我把它過來砍 先凱模仿 沒有錯 裝甲凱模仿 這個策略相當正確 直接先痛扁他的模仿 把裡面的羊打噴出來 八隻羊就可以幹走 就會獲得這個經濟優勢 那打高這邊要趕快轉觸攻 並才能反擊 不然就是要拉村民去反擊了 好 這邊直接拉村民回來打一下 洛瑪被打到頭破血流 這裡節奏是MBL 帶得非常好 這裡還按了槍兵出來幫忙繼續進攻 但是這邊盡量不要跟對方村民直接開打 好 開始有弓兵之後 就沒有辦法繼續去趁這個血量了 這邊弓兵只要控好 這一坨的步兵應該是能打得贏的 好 這邊稍微微一下房子 阻斷一下進攻的路線 好 確實無路人現在打法比較偏向於防守反擊 雖然有出落馬本來是要前壓 但是現在波斯人是打強攻的關係 所有單位都在家裡進行防守 好第一時間收掉了工兵 工兵被砍掉之後後面MBL也補下了工兵 這個射箭場補的真的是很早 但是家裡的田也撒得差不多了 十二個人 十片田 十片田現在經濟勢力穩定下來 但驅逐路人這邊就稍微少了一點 只有八片田 但是他這邊吃果子是比較多的 好 那現在工兵過來 打告這邊被迫轉出了毛兵 防守一下對方的工兵 好 現在這個配兵組成 就毛兵黨的話會打得比較吃力一點 但至少對工兵比較好 結果這個羊放出來 結果被看到 哎呀 差一點就出事了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按錯 突然把羊放出來 好 兩隻工兵開始騷擾 毛兵打一下 收掉一隻工兵了 好 那驅逐路人 其實有洛馬的話 兩隻洛馬可以考慮去騷擾 但是要三隻洛馬 還是比較好擊殺一隻村民的 現在這兩隻洛馬 要直接圍殺這些裝甲步兵也不太容易 好 這裡有一隻工兵被獅子追 來抓一下 幫一下獅子 哇 幫獅子助陣 攝影滴血 這裡被攔截掉的一隻工兵 現在MBL有點難打了 好 這裡即將準備升級到了城堡時代 好 封建打架 毛兵開始打裝甲步兵有傷害了 好 全部收乾 打到這邊是繼續按下毛兵 好 那這邊黃金也開始慢慢穩定下來 開始轉攻兵 就不會花太多肉在這個毛兵身上 那MBL這邊也是要準備升城堡時代的關係 趕快去按攻兵 然後自己補下城堡時代的升級 這裡過來騷擾 三隻洛馬 繼續追逐 反擊一下 哎呀 這個村民倒得有點快啊 直接死了一村 MBL被拖抓了一村 但是工作效率還是領先對手 城堡時代升級上去 村民處還是領先 現在毛兵 目前狀況是只用工兵打不贏的 所以MBL不太想要用工兵去應戰 頂多去守下肉馬 好 城堡時代上去就可以看一下 兩兵的操作細節 這邊可能要看一下 這邊走進來很關鍵 細節被投掉了一隻 工兵這邊絕對數量要累積起來 好 這裡趕快把肉馬放出來打 清騎兵 可以考慮升級一下 但是要先按騎士 好 按一隻騎士 這裡是單馬舟嗎 看一下 單馬舟 那只能按騎士了 清騎兵就不升 好 這裡肉馬趕快反擊回去 OK 這一波MBL擋下來了 這不然這個部區真的是 會被弄到生活無法治療 好 打到這裡沒有辦法擋住這邊的肉馬 跟騎士 現在只能邊打邊撤退 有一隻槍兵趕快先解決掉 槍兵趕快擋 結果這裡工兵打得很痛 騎士要被解決了 最後成功射殺 這隻騎士啦 好 第二隻騎士過來 趕快點一下騎兵台甲 MBL馬上補下城鎮中心 好 但這個城鎮中心可能很難蓋好 MBL結果這一塊金被騷擾到有點難受 好 兩隻騎士出來 應該是能打得贏了 趕快打一下 好 這隻槍兵出來戳掉了一匹馬 MBL這裡趕快補下傷害 完蛋 這隻騎士再度送掉 MBL開局送三匹馬 這個騎士再送下去會送到頭破血流 好 但是現在奴兵升級也好了 工兵單位往前走 看一下前面的狀況 然後這邊是轉出了閃避馬 好 打一下 再射一下 好 回頭拉打 但是閃避馬打工兵很強 因為他可以閃避箭矢傷害 哇 這裡直接貼上去 閃避馬的傷害打工兵真的是太痛了 瞬間就打掉了工兵大量的血量 而且自己損失的血量也不是到非常的誇張 哇 閃避馬真的是蠻好用的 這個閃避馬呢 是取代了一般的文明的騎士 攻擊率只有8點 但是一樣擁有這個增傷的效果 好 那波斯人這裡要趕快繼續補下駱駝 但如果這裡補駱駝的話 驅逐羅倫也可以補駱駝 而且驅逐羅倫的駱駝傷害增傷更多 所以MBL這邊轉駱駝要特別小心喔 好 果然打高 驅逐羅倫馬上補下了駱駝 好 這裡用駱駝反擊 回去 完全沒問題 好 家裡的弓兵問題已經解掉了 現在兩邊都是雙TC開農 現在村民宿還是MBL領先 波斯的工作效率實在是很好 好 補下一個修道員 待會可以防一下對方的駱駝 現在的攻防戰呢 MBL要趕快注重在自己的經濟上 不能安泰奪兵 因為波斯人的強力打法 一雕到中後期才會顯現出來 例如這個波斯弓兵啊 或是這個波斯戰下 或是馬功喔 或是後期的火槍火炮 或是波斯人的後期主力喔 還有這個薩瓦爾 所以前期盡可能喔 不要一直在開戰會比較好 會讓自己的經濟喔 一直會有滑入的可能 而且波斯人的陣地戰喔 也是特別厲害的 這個波斯城堡喔 可以減傷 而且打衝撤有外增傷效果 所以整體來說 打這個防守反擊喔 波斯人是比較適合的喔 而且又是遇到這種 對騎兵有增傷的文明喔 那個驅著羅倫的情況下 跟他多打架其實會越打越虧的 好 這裡驅著羅倫 非常多的駱駝 六隻駱駝加三隻閃避嘛 還是往前 好 MBL補下輪軸技術 這裡著想一下 右邊要先招駱駝 閃避馬可以無視 招到一隻駱駝 閃避馬也打得贏 好 但是這裡直接直接拉走 那現在MBL後面的第三個TC也開下了 補在了後方的石頭 哇 真的就是 雖然石頭在前方很困擾 但是後方有石頭 好 這個就安心許多了 好 直接繞到了左邊 MBL這時候應該是有注意到的 哇 這裡要抽村了 這裡直接撞TC 好 再放出來 這裡工兵在家裡防守 MBL是打一個採取守勢的策略 好 補下了大學 那打高這邊呢 後期有這個薩蒂莉 薩蒂莉的話 可以省下一堆食物的消耗 但是其實驅逐羅倫 算是比較偏適合打架的問題 尤其是對方是這個騎兵國的情況的時候 多打架對他自己是有好處的 因為他的騎兵增傷很多 所以打高這邊會比較積極的 一直去MBL家裡去掃 好 那MBL這邊是決定要來走一個開農路線 稍微把家裡給圍好 下面這塊基因不想被騷擾的關係 所以直接圍了一些木牆 這個聖物居然沒有撿到 讓打高有機會撿起來 但現在聖物的分配是MBL0聖物 專心打一個防守反擊 左邊又來了 右邊也來了 直接分兩隊 但是MBL一走 結果就來騷擾了 打高這邊進攻的時機相當正確 這邊閃避馬過來 看到工兵想要上 但是有駱駝只能撤退 後面這些村民開始被騷擾 駱駝直接硬吃箭矢傷害 砍直村民 但是駱駝很不耐抗見死 直接被射到駝駝 這裡成功招翔到了一些駱駝 這裡MBL的駱駝還 不是駱駝 生旅沒有招翔 剛剛招翔到的是 屈酒路人的樣子 家裡下方 這裡也要再去補生旅 MBL0轉出了馬弓 好 這裡一招 能夠招翔到閃避馬 兩隻 三隻 最後是成功招翔到了三隻閃避馬 四隻閃避馬 這四個生旅 架子全部打出來 MBL正命直接打贏了 OK 現在工兵閃避馬駱駝 現在很尷尬 家裡什麼兵都有 這波騷擾MBL村民處 稍微被砍了幾村 但是村民處還是領先驅逐路人 好 這裡點掉了一些村民 後面閃避馬數量有點多 這裡要躲這個窄口 後面繼續在後面輸出 現在驅逐路人 遇到這個地形來說非常不利 可能要囤更多閃避馬 才有可能打贏這個正面了 不然就稍把這個馬鳥給滴掉 這樣就減175木頭也是蠻虧的 但是不趕快會減掉這一坨兵的話 會控制這裡的農田太久 好 回來還是要滴掉馬鳥 馬鳥直接被滴掉 這樣有更多的輸出空間 這樣閃避馬 就可以打定這坨單位了 好 MBL最後是損失了最後的主力 但是已經控到了對方的經濟 現在經濟來說 是驅逐路人還是領先 領先7100資源 雖然村民上MBL有贏 但是他剛剛一直收村的關係 有被受到騷擾 所以這個資源採集 還是稍微有點落後的 好 打高這邊有大動作了 直接前置蓋寶 MBL轉出馬弓 開始做一個拉打策略 好 MBL該不會是想要打馬弓配戰項嗎 現在城堡時代 波士人可以研發暗血人戰術 對於抗長槍兵是有一套的 但是這裡馬弓直接被駱駝 打到頭破血流 完全打不贏 閃避馬也打不贏 趕快來點村民 看可不可以多抓一些村民掉 讓他這邊變成道德堡 86 87% 城堡還在繼續輸出 92 92 93 94 哇 這裡最後變成道德堡 但是還是有機會蓋得起來的喔 這一波傷害 趕快打這個村民能打得到嗎 剩下一點點 97%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這個村堡還是順利蓋起來 好 這裡趕快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轉衝車 拆除這個維艦 MBL這一波打得已經很漂亮了 村民術已經遠遠拉開對手 領先20吋以上 間接近打法波斯 村民術是很難追近的 所以打到這邊一定要瘋狂打架 才有機會追得上對手 MBL在中間的位置 開下了新的城鎮中心 可能是沒有看到這個地區喔 當然這個地方也沒有辦法開城鎮中心喔 這裡有個高地站 後方只剩下一隻殘血的殺騎兵 可以用村民反擊一下就可以搞定 現在打高轉出了 鑽甲戰象 鑽甲戰象比衝車的工程效率還要更好 而且可以用這個森鋁去補血 好 這邊鑽甲戰象往前 攻擊速度很快 大概每一下快要100滴 大概90滴左右 好 後方的閃避馬 再次抓到了MBL的村民 現在左右開攻 一次兩邊都被騷擾喔 經濟掉的有點快 居酒路人這裡打得非常漂亮 MBL喔 這裡要被蓋根堡喔 現在MBL的主力在家裡防守 想要解掉這個工程戰象 好 這邊是直接轉出頭池車防守反擊 沒有要轉衝車了 好 結果中間這個層的東西 無人防守 村民只能被砍爛 現在村民術又被拉近 現在只是領先10隻村民了 好 工程戰象往下攻擊 決定要放棄這根城堡 欸 但這個城堡沒有要修嗎 剩下389滴而已了 MBL喔 這邊是想要存 跟城堡資源去插寶反擊嗎 還是要 做什麼呢 城堡不修的話 這有點太沒道理了喔 好 趕快用頭池車砸一下 城堡血量掉得很快 工程戰象能夠順利 把這個城堡給嘟掉嗎 好像有機會 再一下 但是城堡剩下50滴的時候 血量被拉了回來 NBL 極限修寶 好 現在打架打到NBL經濟有點糟糕 但這邊也是決定要去中線蓋個寶 好 這邊防守還是做得不錯 把這個洞給堵起來 中間蓋城堡 打高的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趕快過來 蓋寶 蓋寶 駕駝 趕快反擊 用馬弓射一下 好 現在馬弓是沒有點安息人戰術的 雖然這個情況也不需要點 因為對方沒有轉出任何的槍兵 結果還是轉了 那轉出安息人戰術的話 也會提升異防喔 好 直接雙升防禦 好 現在馬弓策略 讓群者羅倫有點難打 好 右上方 這裡蓋寶 想要守住這兩塊附金 附金 這一定要守住 結果蓋寶好像蓋不太成功了喔 好 這裡直接拉了非常多村民 直接硬蓋 這裡沒有其他的單位過來駐守 雙方村民死傷慘重 但是還是要頂著箭矢 硬蓋城堡 最後村民處兩邊變成非常相近了 好 打高這邊提升了箭矢傷害 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攻城七隻招手 想要全力進攻這根城堡 衝車攻城 好 打高現在是有點尷尬 這裡做了一根城堡 讓自己沒有辦法很好的移動 這樣行軍的路線就會被限制住 MBL這邊的戰術想法非常正確 直接切他中路 還可以扣一個城鎮中心 非常賺 好 馬弓也衝了進來 現在閃避馬數量很明顯不夠 好 最後這根城堡還是拿下了 好 哇 結果村民被城堡射一下 直接爆血 好 這根城堡好像沒有機會了 最後還是可以拿下 好 右下方的這根城堡 暫時沒有辦法打贏 哇 結果曲折羅人上前用駱駝去夾 結果完全打不贏 死傷了一片駱駝 哇 曲折羅這裡 還想要打租線 後面這坨租線 打了好像有點賺 NBL沒有注意到後方已經BBQ 一直忙著進攻 好 這裡果然被燒了 趕快收 上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NBL這一把打得非常 非常兇啊 一直在打架 從頭打到尾 沒有要跟對方對農的意思 好 但是NBL還是很努力在農 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在前線的部分 好 經濟開始回農一下 打架這邊村民樹也是稍微被下降了一些 但是NBL這邊的主力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好 這裡再繼續補村民 現在馬攻數量來到了28隻 好 趕快把裡面的羊打噴出來 8隻羊在裡面殘肉 打出來的話 就可以稍微打贏 好 去者羅這邊直接OE一波 不管了 你打我魔防 就如同打我命脈一樣 快 全軍上去 好 這裡魔防 最後還是守了下來 好 這裡想要挖金礦 結果看到城鎮中心 這裡還沒有辦法蓋寶 這裡要是能蓋一座寶的話 這個金跟城鎮中心都可以拿下 好 馬攻最後躲在右側的位置 躲在這個洞裡面 這應該可以打得贏喔 馬攻在這個洞裡面非常強大 OK 全部射光 NBL這坨馬攻已經架子連成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好 衝車三台也順利的把這根城鎮給拿下 好 下方有個城鎮中心 不知道NBL有沒有發現 中間這個位置 NBL蓋城鎮中心 但是被抓包 沒有辦法蓋起來 現在村民出 兩邊是差不多持平的狀態 97對101 差距不多 NBL 這裡是決定繼續按馬攻 沒有要停的意思 這裡其實可以考慮轉這個戰項出來了 但是戰項是很害怕僧侶的 但是僧侶的部分也可以用馬攻去解決 所以暫時有轉戰項的想法的話 NBL應該是蠻適合的 畢竟他兩個城堡都在偏前線的位置 本是轉一些戰項進行進攻 如果真的有僧侶過來的話 可以有馬攻 或者是收到城堡裡面都可以的 這裡有一隻閃避馬 殺七馬遇到這情況 還是被打掉了 好 現在馬攻有四點防禦力了 那個城堡是在馬攻可以到遠防室的 應該就只有波斯人了 好 上方補一根城堡 這裡想蓋堡 但是應該蓋不起來 NBL這邊是率先蓋堡 直接取消 大高雪人放棄 空間補了兩個攻城七製造所 準備要轉雙甲戰項進行壓制 好 這一坨工兵再次躲到這個洞 但是這一次驅逐路人把防護場給取消掉了 那這樣攻擊面積增加 應該可以順利把這坨馬攻解決掉 好 後面的問題終於解掉 換成正面 這裡正面還有更多的馬攻繼續騷擾 這個城堡結果沒有蓋好 裡面趕快收穿 這裡閃避馬數量太多 好 NBL 家裡經濟稍微守住了 趕快把馬攻拉到前線 協助一下這一區的 狀況 好 這裡閃避馬數量越來越多 這裡要補一些駱駝吧 NBL 轉出了戰象 這裡有戰象的話 擋曲折羅倫的閃避馬 效果就會非常好 好 閃避馬高打低 遇到高打低的馬攻打不贏了 左邊這個城堡硬是蓋得起來 這根城堡最後能拿下嗎 好 城堡蓋好 趕快用城堡去射左邊蓋城堡的村民 這根城堡也蓋好了 NBL 蓋寶蓋成功 這裡要趕快收穿了 好 馬攻 趕快往後拉一下 波士戰象收到裡面 再放出來 解一下中角戰象 好 這裡再補新的城堡 哇 這一把真的是 到處噴馬 到處馬攻 到處蓋寶 兩邊挖石頭都挖得非常勤 波士戰象是 四季帝國裡面 近戰單位 戰力最強的一個單位了 那造價也是絕頂的高啊 好 開始大象進攻 這一次應該可以拿下NBL的城堡 這裡並沒有太多波士戰將可以進行防守 然後再頂個幾下 波士城堡即將被摧毀 哇 城堡爆炸 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被打掉了 好 沒關係 補一個新的 還可以控你農田 這裡馬攻直接衝到了城堡中心的輸出範圍內 然後拉扯一下 好 下方這個城堡中心 好像有發現了 現在驅逐人 繼續使用自己的 駱駝 跟閃避馬 但是已經轉出了一些戰毛兵 所以不轉戰毛兵的話 對於這些馬攻來說實在是太難打了 好 好 那現在NBL有村民術的領先優勢 132吋 對上驅逐人就有15吋 現在換成波士戰項 直接攻城 好 這裡也轉出來衝車 哇 現在戰項攻城效率也是很好啊 好 接下來惡農惡夢 NBL開始轉一些經濟科技出來 稍微有點隱語了 可以做出一些經濟反擊 那打高現在這裡也不能轉出太多的經濟 因為現在家裡的問題沒有解決 轉太多經濟可能會一直被劣勢下去 現在是最難打的時期 但是戰毛兵出來了 開始解馬攻比較快速 驅逐人使用大量的駱駝 包夾這隻戰象 終於解掉了 但是這坨駱駝的血量也是殘掉了 這裡馬攻繼續拉打 好 戰象再來 繼續頂 墊下了二級馬鎧 戰象的防護力開始提升 好 順利的解掉了這個城堡 戰象開始無法無天 沒有勝率 這些戰象就是無敵的 基本無敵 哇 還在頂 這兩頭戰象 CP值超高 拆掉了一座城堡 還拆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但驅逐人也沒有放棄要繼續攻城 好 但是戰象防守效果很好 打高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兩邊到了56分鐘 沒有人到城堡時代 一直打架一直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打高 驅逐人拿下了經濟的勝利 MBL這邊村民數雖然很高 但是並沒有辦法保存太多的村民 一直在收村還有蓋堡 基本上村民大概快有四分之一 都在前線作戰或是在蓋東西 最後打高拿到了五聖物 所以它的黃金資源庫層是非常豐富的 但是基本上村民數量是落後於MBL的 經濟上來說是有很大的差異 是MBL這裡村民沒有辦法一直正常的去做事情 那打高這裡呢 它的打法還算不錯 但是MBL這邊的戰象更是一籌 這個甚至可以攻城也可以反擊攻城戰象 甚至打對方駱駝也都OK 這個波勢的戰象buff 算是近期的世紀帝國改版裡面 相當有感的一環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